公車方面頂流離一直都沒有 因為比較偏遠的地方 這好遙遠啊 尤其那個時候車輛又多 爸媽就會跟我講說怎麼去 我跟他講說計程車 他跟我講說抱不進去 屏東縣市不像在台北市 或那些高雄市都會區有捷運 所以他們做輪椅 其實他們出門很不方便 工景區啊 還有一些就是像什麼 客家文化園區那些 其實那些我們基本上 平常只要出去都不好出去 一些弱勢的族群 甚至於年紀大的人蠻多的 公車方面頂流離一直都沒有 因為比較偏遠的地方 去看便叫家的人 不要去上班 媽媽身體不舒服 你要帶我去 我們這邊案件還蠻多 有要辦計程的時候 稅務局它只有幾個點而已嘛 所以在比較偏遠地方的民眾 來講還蠻不方便 都跑到潮州啊 屏東啊 都跑遙遠啊 上下班的時間又車輛又多 讓我們心境難調的騎車子 對 那獨居老人還蠻多的 兒女的部分可能都在外地上班 就從改動車 再不去看便宜 然後想給我坐 我怕還有不容易先坐 想說 欸 要不然我們今天去吃什麼好了 然後到了那裡說 不能進去 那一次我就很想去看花燈 媽媽就推我走到愛河去 她走了快40公里 社會上很多就是 她的設備可能會有一些坡道啊 有一些階梯啊 或者是一些不方便的地方 大概有7年左右吧 我都不想衝 潘仙掌他非常的重視 生意障礙者的照顧 我們募了一台中型的這個 複航巴士 家裡裡面如果有一個 坐輪椅的長輩 那他們家裡如果自己的車子 沒有辦法有這樣的裝置 有一個複航巴士 就可以提供這樣的服務 有輪椅升降機 它會直接可以進到車子裡面去 也不用用抱的 八條的這個友善的路線 確定輪椅去行走是沒有問題的 透過這個特派員 來告訴我們的餐廳 怎麼樣的一個服務 對我們的生意障礙朋友 就是一個貼心的服務 把它放到我們的APP上面去 很重要的服務的軟體 出來用餐的時候 你可以先從這個APP裡面 去尋找你想要的 距離你家近的 或者是你想要享受 哪一國的美食 我們所有的友善餐廳 一定都會有一個 無障礙廁所的資訊 你就可以使用 年長者在家 根本沒辦法照顧到 那他們用藥的這個危險性 這是我們行動藥師到家去 就是關照這一點 一三康完整 傳給我們的訊息 我們就去收錶 縣府也大力的支持 我們在高速鄉公所 有設置一個 園區市區的據點 申請各項補助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就近在據點 來做申請 省下了很多的時間 現在有小紅巴士 我們規劃的地點就是 陸服真的比較狹小的巷子裡面 也很靠近他們的家園 希望可以把公共運輸 更深入村裡 我們門口每天都 小黃都來來來啊 所以我做小黃車比較方便啊 到屬立醫院 必須要300塊 搭小黃巴士是10塊錢 所以這個差距絕對非常的多 非常貼心啊 現在政府的方案 非常的對我們民眾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感恩 這樣有一筆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全家人一起出去 然後我可以很自由地行動 可以去一些 可能我們沒有辦法到達的地方 我有感受到 我就說我需要用的時候 我就不用了 我很感謝評論縣政府啊 就好像什麼困難都沒有 什麼障礙也都沒有 當然開心啊 沒有我想問不見 我們會不會把公共同派 快點 那 מה 我們可以在家裡 我們會不會禁止